香港政治风云在起 港人民心思变 一场反修例风波让政坛格局大翻盘 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 香港和台湾命运纯齿相依 隔岸的宝岛即将在明年1月11号举行总统大选 学者认为香港动荡局势可以为绿营加分 总统蔡英文有很大的机会连任 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九二共识 香港和宝岛一直被视为是命运共同体 东方之珠在6月爆发逆权运动以来 台湾社会普遍力挺港民 争取人权保障和民主法治 总统蔡英文更因为称香港守台湾一席话 赢得不少掌声 不过随着时间推进 港台政府在处理陈同家谋杀案时 就产生了嫌隙 有这个决心去自首 我觉得都是为这件事提供了一个 相对令人释怀 相对令人欢心的结局 这个案两边都有管辖权 但杀人的人在香港 被害人家属在香港 现在关在香港监狱 香港有它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应该要进行审判 而且进行追溯 不应该让斯瓦有空窗棋 让众患到处爬爬罩 一宗显而易见的谋杀案 明知道凶手是谁 却始终无法伸张正义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那这个问题就会变成就是说 他其实有点不太尊重台湾的事发 就是说你要投案可以 但是是我们的人要把你押回来 那那个时候不只苏贞昌 就是整个民进党的反应是说 第一个反应 我觉得民进党那时候反应是 第一个反应是说 我们绝对不接受 不接受的理由是说 这个不叫 他们第一个讲话说 这个不叫自首 这叫投案 至少是你事情还没有爆发出来 没有人被人知道 你已经事情被人家知道 因为你杀了 这叫投案 第二个如果是要投案的话 是要由我们的司法人员 去把你押过来 所以民进党一开始 政府一开始是觉得说 我们这样主权被你矮化 当前港府处境进退维固 中共不宜高调介入 修例残局到底要如何收拾 毫无头绪 眼下台湾还有不到一个月 就要举行总统大选 学者认为 一直摆明态度 维持台湾独立性的蔡英文 很有机会 因为香港社会 给台湾的前戳之箭 再拿下一局 从去年11月败选以来 民进党的气势 蔡英文的身亡 基本上是跌到谷底 然后开始慢慢反弹 其实是1月2号 习近平讲话的回应 然后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比如说民进党党内初选 然后他后来他赢过赖金德 看起来他会输给赖金德 他赖英文赖过赖金德 那接下来就是6月的时候 反送中运动开始爆发出来 那我觉得你会看到就是说 韩国瑜跟国民党声望最高最高 就是7月的时候 7月就是韩国瑜正式成为 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接下来韩国瑜声望是往下降 那跟反送中越来越激烈化 是在一起发生的 那我会觉得这当然是有高度相关 宝岛长期弥漫白色恐怖 担心被神舟吞噬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一直是台湾人警惕自己的口号 中共政府与香港僵持不下的当儿 也没有忘记不时宣示 自己对台湾的主权 纵使如此何明秀认为 台湾和国际的关系 早就不是断交就可以封杀的 在英文上台以来 就一系列的友邦 其实都转向为中国 那今年是这两个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小友邦 那其实我会觉得一系列打压 其实这个打压的目的是什么 北京的前方是压缩 台湾的国际空间 但是你要不断的压缩 说实话这都是形式上 因为实质上 我们台湾护照可以到处跑 我们台湾跟很多国家 有那种非政治合作关系 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关系 会如何发展 以及怎样影响国际局势 明年的台湾总统选举结果 至关重要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不仅仅是中港台之间的 政治角力 更是一场自由与民主的博弈 马新社电视叶士尼专题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